嗨 伙伴们好 无动说跑步 2019年最坏和最好的饮食方法 这项评选由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评选而出 地中海饮食被评选为2019年最佳的饮食方法 它泛指希腊 西班牙 法国和意大利南部 在地中海沿岸的这些南欧国家 它们的饮食主要以蔬菜水果 鱼类 五股杂粮 豆类和橄榄油为主要的饮食方式 这种饮食方式被证明对排名第一 使用的人多而且可持续 各项的指标相对来讲也是最均衡的 这是第一种 那你会问排第二的是什么 叫DASH DASH饮食方式 被证明是比较有效的瘦身饮食方式 这是排第一和第二的 那你肯定会问了 吴东老师最差的是什么饮食方式 可以告诉大家 叫生酮饮食 讲到这里有一些健身的伙伴可能就不乐意了 你可以这么理解 如果说英纽特人生活在南极的伙伴 他们没得选择 他们没法种田 所以他们主要就是鱼 海豹等等为食 就是以高脂肪和低碳水高蛋白为主要方式的饮食方式 你会问生酮饮食 那么我们大脑需要血糖 身体需要血糖 由什么来提供呢 这就是这个饮食的来源 铜 当你身体如果摄入大量的脂肪和蛋白质而没有碳水化合物 在长期情况下 你的身体就会分泌出酮来供应能量 这就是生酮饮食的来源 你会问为什么坏 这种饮食方式是最难持续的 你想象一下如果你出差 你街上能够找到的餐馆 你看什么 兰州拉面 黄门鸡米饭 你只要在中国街头 你能够找到的基本上都是碳水化合物 你哪来的生酮呀 你咋生酮 所以这种饮食方法最坏的是不可持续 既然不可持续 它怎么OK呢 所以亲爱的伙伴 地中海饮食和DASH 如果我们想要有一个更健康的生活 用这种饮食方法可能是一种比较好的方式 试一试 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嘛 你说对吗 和你分享